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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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我跟你说你们这骂了一批人 我里边有一个概念 你提出来的吧 还是王小东提出来 叫文艺腔 你们很看不惯这个 就是说这种文艺腔 就是文艺腔的定义 我理解就是说 中国文艺大国 人人都爱这么说话 然后感性思维过于发达 然后不讲究理性 不深入分析 但是我能不能反过来问一句呢 我怎么看你们这里边好多文章 我感觉啊 怎么有一种航母腔呢 就是说 海军出身的 航母腔 要我的定义 这航母腔 你是不是每个人有时候有自己的盲点 我看这航母腔的特点 就是说刚性思维 对抗性思维 很膨胀的这种敌情观念 然后以这个非常的在意 这种武力较量 实力 讲实力 别的啊 不讲 然后这种这种东西 你要是用这种眼光看过去的话 就是狼性 狼性 出来就咬人 你知道 就比如说你们刚才骂的这一大堆人里边 我且不说 就是说里边有很多 我觉得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我们民族的好儿 优秀儿女啊 你们这就说 而且尤其是容易 就是说抓人家一点不及其余 你说你骂这个 这个这个王好波哈 这王好波 他这个王好 王好东是怎么骂的呢 他我觉得他就说的什么 他到美国去 他自己混的不好 还不回来给我们讲讲 这个美国多种族主义 还能宠败美国 我觉得你这 这什么逻辑啊 你等于 我换一句话说 一个洋人到中国来混来 他因为的中文不是太好 回去就把中国说的一无实实 说你看得上这样的人吗 太不客观了吧 然后这种这种逻辑 航母亲还有什么 比如说他说 这个王好东就说了 说的这个西藏 我们1959年拿下的 怎么样 你要有种 你们也来抢来 然后什么 你们现在洋人 我不跟你们说话 你们将来我们强大 我们揍你 你这是逻辑 赵老师怎么都背过了 我看得很仔细啊 人家他讲理工科 你理工科的人就回来可以反问了 那我们西方人也可以说了 我们1900年火烧你们原兵园 我们烧得怎么样 有能够你们来烧我们皇家官园来 然后说你们 我们现在过去到现在 还是比你们强大 我们过去揍你们 现在还揍你们活该 有这么逻辑吗 这不自己扇自己嘴巴吗 我说实话 这等于是 出身航武的 小军兄 你也得说是吧 这小流氓建设大流氓了 谁也甭说谁 就半斤八两 我知道他在这儿一提到文艺腔 他其实主要是对文艺腔有看法 我不喜欢文艺腔 你还对他说 其实我们俩在这之前交流过 两三个月以前 你说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 由于我认为 就八十年代启蒙文学 什么那个时间太长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 放权让利 把钱发给大家做奖金 然后去买这种东西 就有一种虚幻的物质文化的增长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 比较讲文艺腔 比如说弄什么艺术啊 文学那个就太过了 有点 我觉得这也不太公正 我同意你 小军原来在节目里批评过 就说什么有些高官 怎么也去唱卡拉OK 就感觉现在萎靡不振 其实啊 我觉得他们 为什么叫大目标啊 大什么 而且我还对你文章里提到一点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逼着你们高尚 他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国家呀 缺少了某种大的 全民的 共同的 高尚的一个价值 比如说像当年那个日本天皇赤坡头造军舰似的 历经图治 是吧 甚至于是不是咱也惩罢世界一把 你知道吗 他我觉得 但是我有一个请教你哈 我这个看这个书的联想哈 我突然想到 比如说啊 要是一个国家都怀着那种悲情 然后呢 如果是把全民都军事化 组织化 发展重工业 发展军工 对 这是强 强于世界民族之邻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 是你所希望的吗 不是 这是一个制衡的问题 其实这个张老师也很清楚 所以要讲民主 是一个多元的东西 就是我们原来觉得 比如说我跟张老师也谈过这个事 就是原来太软 对吧 得有一个 比如说你原来全是红色 得有一个蓝色去 去来制衡它 那么这个生意 如果说过于的风花血液 或者包括我们的经济 太住面子不住里子 对吧 里边的东西 比如咱说喝水 都是千行管 对吧 千行管老年时代 人家二战之后都换成不锈钢管了 就整个的这个 不要老注重面上的东西 其实里子还是不行 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也一样 不要太软 有一些硬的东西去来推 这个社会还是正常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 我觉得我看你那个文章里 你比如还讲到一点 就像说这个地震的时候震灾 他认为也是显示咱们80后一代 就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意思 他就说啊 他碰见你说你碰见年轻人 这年轻人说呢 说就得逼那帮富豪捐款 是吧 叫逼迫高尚 说我把我工资的四分之一捐出来了 他们凭什么不把一半价钱捐出来 就是要逼迫他们高尚一把 这逼迫是有后果的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就像人家问的说 你今天逼迫高尚 你就明天能逼迫抄家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 我没有说肯定他或者否定他 我试图描述 现在80后年轻人的一代人的一种状态 就是他是这个状态 当然中国因为走了一种激进化的路 他这种激进化的东西是一直在这 你是想如果有的时候是想为了要去掉这种激进化的东西 你过分的软实际上是回来的是更激进 我们我明白你的意思 而且我也觉得你说那些腐败啊 什么唱卡拉OK 然后不好好干活这些我都挺同意的 但是咱们可能在判断上 咱们判断上有一个有一个不同 就是说前几年那种前30年代硬邦邦的那种那种文化走过头了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强调一些软的 从从80年代开始有文艺腔 这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这点其实在我们做那80年代访谈录 陈平原就谈得很好 他就是说虽然那书是过于空书 因为大家到文革已经把专业全部毁掉 他没有时间只有作家诗人出来喊一喊 呐喊一下 人文学者那时候领风气之先是有道理的 你也要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但是到90年代以后确实我们更务实了 确实我们的经济学家是显学 然后到后来再到现在又是高科技 什么军事这些全上来了 他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你不能说 你看到那方面的 一回来以后你就觉得我们还要回去吗 难道我们还要去 你这扣帽子我们并没有说要再回去 就是只是要他有一个加硬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现在呢 一个是文艺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乏这个我们叫做技术含量 就是谈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谈民主的时候 那你就一问那些谈民主的人 他说我说民主它是一个手段 并不是目的是吧 对啊 我们有个大目标强国民主 比如说这边是城市化工业化 是吧 然后社保这边应该是行政制度改革 这个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 我就觉得是大家是在这样谈 只有一些你不能拿那些极端的人来说事 要不我就说你把你的对手给简单化极端化以后 拿他来说事 其实大多数自由派也好 是在做民主的 做维权的 做这个信息公开化的推动的这些人 都是很温和的 我觉得大家都明白是要一个慢慢来的事情 你们刚才讲 咱们骂王小波吗 王小波没法说话了 王小波的遗孀 替他回应了 你听到吗 李银河 他说对这个中国报告性 他说有两点 他说第一点 他就说民族主义是一面棋子 民主主义也是一面棋子 说我们1840年以来 这不受人欺负吗 他说中国是我们的家园 绝不能当王国奴 谁欺负也不行 但是我们的父辈是抛头颅 洒热血上抗日战场的人 而不是把骂一部电影色界 说他卖国主义这么无聊矫情 他们是就说 如果现在有外族入侵 那我们会追随民族主义的大旗 奋起抗击 但是民族主义有个界限 限于不能让外族欺负 如果过了这个界限 想去欺负别国 那就错了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然后呢 第二他就说 两面大旗嘛 民族主义是一个族群的价值 民族主义是普世价值 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 目前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的主要责任 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而不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就讲得很好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军还是比较有风度的 面对渣老师 渣渣渣 我呢是这样 就是说文化这些事啊 我不是太太关心这些事 他主要是 你看黄晋苏的 黄晋苏我觉得他比如说 说钱中书说王寿那几篇 是我觉得说实话还是挺犀利的 我也挺同意挺到位 但是他说到这个这个 其他一些人 王小波这个 比如说他就 我觉得就不太公正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有我得说一句 你们里边这个宋强 这文章写的太差 里面还专门有两篇 在那攻击崔卫萍 他攻击崔卫萍什么的 就是说崔卫萍一个女学者 自印自卖了一本书 介绍捷克思想家的一本书 大幅涨价 趁一看卖的不错 私下就大幅涨价 我一看人家也就是从30块钱 涨到35块钱了 都是朋友之前卖书 没有什么嘛 然后在那阴阳怪气 就是在那话里有话的 说了半天 说人家好像又在推行民主 又在自己又想赚钱 然后还最后还举出 一个什么例子来说 说这个列宁当年 推传播革命思想 这个火炬这本杂志 人都是免费散发给 这个俄国痛苦的劳动人民 我说这真是莫名其妙了 你自己现在 这是张小波和宋强写的 这是你们那出版人 和宋强一块写的 那你现在你这种传播 民族主义的思想的书 你不是也30块钱一本吗 你卖的停火 你也在那蒙炒作啊 你应该免费的散发 给我们这些痛苦的 自卑的 重阳为外的中国人民 我佩服你 你免费散发啊 而且你这么 我要是一个男的 写这么一篇文章 阴阳怪气的文章 骂一个女的 而且我跟你说 崔的卫平还真的说得上 女中豪杰 人家挺低调的做事 卖书 自己卖书 涨点价 怎么了 五块钱呢 真不好意思 我要是一男的 我写这种文章 我真的害臊 这小男人 眼睛看着我 就像我姐的 没错 你还真没说 你还比较有空 小金说 我觉得是这样啊 这个五个人呢 可能有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价值判断 或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但是我觉得呢 他为什么去 我崔月平 我都不知道 是就我不认识这个人啊 你搞电影的 翻译哈维尔 一女教授 我就不认识 就是我更多的呢 就是说不高兴的 还是中国太软 说白了 咱就说直接锁啊 就是太软 再硬一两 基本是这么一个路子 可以 应该在世界上 采取更强的姿态 因为你比如说 我后来博客里 我回应了一个 人家说你不高兴 最不高兴什么 我说最不高兴 就是中国 在五个常人理事国里 是唯一一个 没有可以值班的 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这就是你专业了 对吧 他这个觉得 为提高经费 国防经费 而努力 我都觉得很赞成啊 大目标是什么 大目标 我就是说 要建至少 四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就是鹰法状的那个东西 要建这么一个艇队 对吧 看出来他那一背后 都是这 对 就是鹰派 鹰派 没字 对 我建美国的国防部 专门有这么一派 就是为军方争取利益的 我后边接线了 我说你要想改变 世界货币结构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没洗 没资格谈 你看这次G20 可以 你看G20 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就是说 梅德维杰夫和奥巴马谈的是什么 和财君 就是我有你有咱们俩才能谈 是啊 但是跟咱们谈不上 你没有啊 人只能说你买钱 买国债这些事 小军我告诉你 就像当年列宁在实院里面 瓦西里的句话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我们会有的 你别那么着急 不是你不知道 咱们现在就让美国 当着先在那 咱们也造原子弹 把美国也赶走 从朝鲜半岛赶走 这日本和朝鲜还不吓死吗 所以我说的 韩国他们也造原子弹 这跟个人的心理有关 你比如说我认识 第一代设计核潜艇的人 有一个人 他说我不造出来 我不结婚 后来真不 没结婚 后来造出来了 结婚 结婚的时候 他就鞠躬 大家参加婚礼 鞠躬的时候 他这个顶都卸了 大家都掉泪了 但是后来就断了 我佩服 我真的看没 我说那些老军人的悲情 我都看的挺远手 挺感叹的 我说的话 但他那种情怀 这个世界大事 我真是看不清楚 但我有时候会觉得 像这个书里 或者某种观点 他表现出来的 有点像国歌里边说的 就是中华民族 到了最后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 发出最后的吼声 对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目前的世界大事 中国是到了这么一个 没有啊 我就觉得这个 绝续 反正我觉得是这一代人呢 更多的确实就是有一些东西啊 给我们留的太少 比如说吃吉他地租的问题 呃 卖地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把产业支起来去完全吃房地产 就是吃吉他地租嘛 嗯 地方政府是靠卖地来把这个经济搭起来的有虚幻的东西 或者就像女同志光买那个美容品 然后买美容品 然后你真漂亮 然后再买特别贵的那种美容品 里边内部不管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呢 让我们有点萌醒 哦 我们的产业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对不对 那么当然这股气呢 就一块带出来 带出来了呢 说的时候 比如用一种聊天的方式 记录的方式 可能就是很随意的这么着这么着 他不是很严格的论证 比如数据呀 像什么所谓的 但是那样也卖不出去了 对对对 还是卖书 对了 我看这个南方网上有一位徐先生写了一个文章 他就是在说这个 说不高兴先生啊 要学会说理 他就认为啊 说现在中国的公共理性话语危机 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成动不可的程度 比如他举你们一些例子 他就说这个西方的这个中学里边 就开始教这个学生啊 怎么讲理啊 逻辑啊 这些 他比如说 他说你有一种叫过度简单化 就是说引用书里边的原话 说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 美国贸易赤字也好 说穿了 就是美国人消费的太多 生产的太少 形成了缺口 这个缺口怎么补 一是墙 二是片 他觉得这过度简单化了 包括这个虚假两分法 虚假两分法 说是什么呢 这几十年中 中国压根就没人 没有像样的作家 没有像样的思想家 钱中书 韩寒算个什么 他们被吹成这样 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 他就说这种简单的两分法 绝对简单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吵架越成功 说理越失败 说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 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 这也是有点正常 我觉得各种反弹都会有 就是人对这本书的看法 包括张老师刚才也是 小脸通红啊 在这说 画的 对 然后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都无所谓 就是说你推出来这样的一种 语态的形式 或者这样的一种书的形式 当然你要允许人家别人 但是我不太同意他刚才说这个说理 这个说理呢 你如果按照他那种方式去 这没人看了 而且也没有传播效果 要不我说就驴肉火上好卖 对 就是说 简单就这么简单 我们也看过原来的 包括说原来的读书 是吧 绕来绕去绕 就是心中的那些理论 对 你根本绕不完 你拐八道玩看都变命 这个我当主持人最明白了 我跟你说 雨不惊人死不休 对对对 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话呀 要是铺平垫本了 对 没有什么人注意 而且我今天说 我还就爱听王晓东说话 我简单这么说吧 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 所谓叫什么狂人 风增狂增 他说的话就是说魂不吝 但是他里边确实有好多闪光的东西 而且里边也说到位 当然被扎本人是难受无比了 但是他听一个痛快 而且你不要就把它当做全是风化 他里边有好多东西 尤其是我觉得王晓东 他说到比如经济的时候 好多地方 我觉得他不离谱 他就是在 他真是佩服美国 我还跟你说 他佩服到底 恨得我就明天就当 当美国那老大去 佩服的都恨了 就是说国内他也佩服国外 我其实倒是觉得 美国国内的这个民主 要佩服 然后国际的这强权 真不能随便下雪 你到时候完了 最后就是谁比谁大个 那这世界有安宁吗 咱不等于城市吗 这个世界是这么一个世界吗 其实就丛林规则了 最后 这边世界本来就是工业化之后 500年的这个 昂格鲁赛克人 不占不到 世界人口的1%的人口 不到世界占的面积的 2% 他们通过对外征服 或者我们叫外报式 就是所谓的改良 就是上层 就是英国当然有个议员说 要我们自己打 要不出去征服 对吧 是这么过来 500年一直是这样 那么说 你怎么去遏制他 是刀枪入库 马上阑珊跟他们讲理呢 还是我们也有一样东西 咱们再讲理 而且平衡完了 你还有一个未来 其实里边黄继苏也有一篇文章 他名字起的不好 什么打碎拳坛 就想象未来 还有什么火烧楼 但是我觉得对未来的想象是要有的 不要以为就是你们有一个强国梦 有一个乌托邦 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都有 你问题是你现在这个拳坛 所谓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它倒霉到已经就没有了 而且一个新的体系 我们社会主义 尝试是一个大失败 20世纪 你现在想象 打碎拳坛 要建立一个花坛 我也喜欢摆花齐放多好 咱们建立一花坛 你想象出来了吗 这东西能实现吗 现在 你只能慢慢来 你现在在一个实力的资本主义体系里面 你先合作 你先壮大 然后你慢慢想象 咱们有一个更好的秩序没有 有一个开太平的秩序没有 这就看对世界有多种想象 都在咱们这出现了 咱是言论自由的平台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事实上这扎老师给受不高兴了 小军这个最后做个结案陈词吧 我觉得扎老师这样的卧底吧 还真是不错 哪的卧底 就是他当卧底当的特别像 就是说 美国卧底 对 就是说 到美国去给中国卧底 就是说 不断的批你 批你 人就是信他 信他其实当是卧底 你看他全是冷干 没办法 最抗性思维 就是没办法 小军老师 我是非常幼稚的人 我一直觉得 这说是两方面我都认为很真 有些认为 就是看透视像的人 告诉我 这世界永远是丛林 人类永远是动物 就是社会达尔文 说白了 每个国家说这个 说那个 说白了就是看谁个儿大 是吧 个儿大就得欺负你 你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我的一个观 又有一些人告诉我 说我们最终人类要追求 每个人的自由 幸福 平等 这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最后就世界 我们能不能走向爱 是吧 这个东西呢 也深信影响我 其实你这就是 航武枪和文艺枪 最后它要揉到一起 你不可能 我很难说哪个 是对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原来我们把世界 描绘的态度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小康这样的日子 没法过 是因为人家折了 人家印钱了 对不对 那你这边就必须得赶超了 当然赶超有很多步骤 包括 对的